内地和台湾等不同地区的媒体朋友 与我们共同见证澳门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重要旅程碑 为大家介绍宝利澳门的管理层及专家团队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Poly Macau's Management Representatives and Specialists 宝利澳门拍卖董事 赵旭先生 Mr. Bill Jupp Director of Poly Auction Macau 宝利澳门拍卖董事兼首席执行官何超银小姐 Mr. Sabrina Ho, Director and CEO of Poly Auction Macau 宝利澳门与超银文化 共同成立了宝利澳门拍卖有限公司 这次在澳门的活动分为两大部分 由我们第一次在澳门与办的6075 国际青年艺术家的组建博蓝会 第一次的拍卖会在我身后 就会担任各位 各位传媒朋友大家好 首先很感谢大家 今天抽空来到我们的 宝利澳门的第一次拍卖 和来到超银文化卫第一次的活动 6075艺术酒店国胆会 其实自从上次10月公布之后 其实我和我的团队一直都很努力 去令到今天这件事进行 也都希望今天的事会进行得顺利 邀请不同的艺术家或者Gallery 在这几个月里面 其实都去云了上海、台湾、北京、香港等等 我们选择了60位的 其实一百几十位的报名 到最后都是选择了60位 我们觉得是比较特殊的艺术家 全部都是75后的 都是比较年轻 因为其实我也觉得 澳门其实大家都是一个 很有艺术文化的地方 但就没有什么机会让他们去发展 那希望透过今次这个艺术展 可以令到更多喜欢艺术的朋友 去增加他们的兴趣 多点大家一层去看看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以下的主题嘉宾上前 全部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及中国民间商会部会的崔世昌先生 我们先有请保密澳门大门大门大门的 是一场私事公司 博覽會的 開博集會 共同 文化藝術大學成事 本人 今次由保利澳門和千年文化 主辦的一系列文化藝術活動 能夠配合澳門特區政府的政策 為澳門的多元化經濟發展 全新的元素 能夠成為一個 廣為人知的藝術之路 多謝大家 2005年 保育集團 其中 產品是有關鍵 統一發展文化產品 是保育集團 最早地使用的戰略 英圖戰略變化 保育文化成立十六代表 抓住國家大力發展文化產品的親戚 保育澳門開發 將開展一系列文化一部活動 為澳門文化文化經濟發展 入新人數 共同奉入澳門的活動 從文化通運全面大發展 那我們的處理家庭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倒數三聲 3 2 1 大力澳門選變藝術博覽會順利 乾杯 橄桃巴 居然 athletes 倫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